大家好 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 重新看世界 这里是甲骨课堂 我们这一课 我们讲一讲 讲一个话题 就是 在中国和西方 现在在对抗 那么在这个对抗过程中 中东和俄罗斯 将成为中国的左膀右臂 那么 首先呢 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 最近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就是直接对抗 尤其是前几天 阿拉斯加 所以中美对话 那么中国是直接亮明了观点 你比如说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对吧 你美国没有资格说 从实力的角度和我们中国对话 那么 这是亮明态度 那么 那实际上这种变化也是 整个近代史上 就是从1840年以来的 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非常 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以前就是 1840年以来呢 我们以前就是主要是 硬实力 远远落后于西方 就是军事技术啊 包括工业 包括工业 包括经济 那么是经过我们 其实1840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治愈这一点啊 从 洋文运动 对吧 洋文运动 他也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到一系列的 包括新亚革命之后 一系列的改革 都是来治愈这个问题 那么最终 我们在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实现了经济的崛起 这个技术的这种崛起 我们在实力上 其实中国和美国是 是是是 为二的两个超级大国啊 而且中国的势头 还是依然很猛啊 那么在经济上 超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 那么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说 我们的硬实力 已经是赶上来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和西方的这种诧异 其实还是在文化上 那么这一点 晚清认识的也很清楚 晚清 讲诗仪长继仪之仪 晚清尽管说 一直在拜 军事上在拜 包括签订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但是晚清一直把这个 把西方当中蛮夷的 为什么当中蛮夷 他也是按照我们中国 这个传统的文化框架 和文化标准去看的 就是华夷之变 也是毅力之变 中国文化是以 是讲理的 我们的是毅力式的文化 也是以毅力为核心 无论是我们的四书五经 讲是毅力 那我们老百姓 也是在 老百姓 基本的这种理念 这种原则 也是讲理 对吧 我们说讲理 平良心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整个的中国文化 是以毅力为核心的 那么西方的话 它是不讲理的 不讲理 就是只有不讲义 不讲理 只讲力 所以华夷之变的 这个标准 分别就是在毅力之变 那么中国是讲义 我们以义为本 那么当然也不否定义 但是义是本 那么满意的话只讲理 它没有义理的概念 没有 它没有 它压根就是没这种概念 当然它也不会去讲理 它只有利益 所以在这个标准下 西方就是满意 就是它不讲理 不讲理不是说它坏的问题 讲理不讲理不是说你坏 就是它的这个文明 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 还没有达到这个讲理的这种能力 就是你压根没有义理这个概念 你没有这个心性这种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它就没法讲理 所以这个才是 所以它依然在文化上 依然是满意 那么随着我们中国 在这个技术和经济上 追上来之后 因为我们以前只是盯着这一点 对吧 盯着这个 我们的短处 我们的短板 所以我们也盯着这一点 我们也 看 因为新海革命之后 我们看西方 似乎我们是 因为他们技术先进 然后经济先进 我们好像一直在 把它当成老师 但是我们 经济 一旦就是 这个短板 拨上来了之后 我们再看西方 我们发现 就是它的短板 真正的短板 就呈现出来了 就是蚂蚁 文化上的这种蚂蚁属性 那么 包括它的 就是 西方 他们也自诩 文化上这种领先 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 它的核心 比如科学和民主 就是 陈独秀讲的 德先生和赛先生 其实它是一种虚构式的文化 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就是科学和民主 其实 这两个东西 它是 就是西方 它是 原来是宗教 它是到现代社会 就是世俗化 由宗教时代 到世俗化 那么 民主和科学 其实是它的两个支撑 就是 世俗化之后 它 一直是 迷信的 信仰宗教的 到世俗化之后 它就 以这两个 为支撑 那其实它也是从 宗教 到世俗 转变到世俗社会 所 得到的两个 两个东西 它其实 站在 西方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民主和科学 有巨大的进步 相对于宗教时代 但是呢 就是 相对于中国而言 因为我们中国 一直是一个 世俗的社会 我们一直是讲理的 那么 所以 这个 站在我们的 这个 毅力的角度去看 我们毅力之变的角度 心物之变的角度 我们去看 这个民主和科学 它其实 依然是带有这种 宗教性的因素 就是依然有虚构性 民主和科学 都是有虚构性 那它是有一种 民主的话 是一种制度 它就是 它有一种 对制度的这种崇拜 制度的这种迷信 那么科学的话 是一种 是一种 知识体系 它是有一种 对 对这个 什么真理的 客观世界的 一种一种 一种迷信 那么这些 因素 其实都是来自 脱胎于 这个宗教因素 脱胎于基督教 就是说 西方 有一个去 宗教化的过程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 两大成果 就是 民主和科学 但是呢 它里面 依然是 就是它去 没有去干净 去迷信 没有去干净 依然有保留着 这个这种因素 所以导致 它是有很大的虚构性 就是 那么 就是西方啊 就是欧美啊 他们引以为傲的 他们自以为 是文化上很领先的 包括在苏联解体 解体之后啊 他们就是 一度认为 这是人类 已经是最完美的东西了 所有的历史终结嘛 它其实是有虚构性 这么虚构性 就导致有什么结果 就是 它的 它就是 所有的双标 虚伪 你比如说 他讲人权啊 讲民主啊 就是他其实 是里边 是有很大的这种 虚伪的成分在里边 双标的成分 之所以双标 之所以虚伪 也不是说 就是美国人 或者西方人 他本身 就是因为他坏 那不是坏的问题 就是还是这个 思维方式 就是你这个 民主和科学 本身就有 是有问题的 就类似于说 我们说上帝 宗教是有问题的 有迷信的因素 他这里有迷信的因素 那么 所以它是一种 虚伪的文化 那么实际上来讲 它是没有文化 一种虚伪的文化 它是没有文化 就是它还是讲利的 只有利益的争夺 它是不讲理的 我们中国是讲理的 我们不讲利益的争夺 我们讲理 我们平理 对吧 那么 所以就是 当中国经济 上来之后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经济上来之后 西方的这种 文化上的 蛮夷的属性 就是文化上的 现代文明的 这种虚伪性 虚构性 迷信性 就充分暴露出来 那么 那么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在中国的压力下 西方 美国的话 它维持自己的 这种优越地位 那么它就是 穷凶极恶 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种蛮夷属性 是越发明显 那么 那实际上来讲 就是 欧美 西方 它是没有文化的 它只是在 偶然的因素 在 所谓的 现代 出现了一些 技术的领先 出现了这种工业化 当然 它也 发明了这种 这个 就是 推翻了基督教 然后呢 到世俗社会 然后 发展出来什么 民主和科学 这些伪文化的东西 那么他们一度认为 这是非常 非常领先的东西 那么 它实际上是没有文化的 没有文化的 那么 而且想控制世界 那以前的话 就是挂奔世界了 那么这个是 中国和西方 这个真正斗戳的原因 其实就是 是华夏和蚂蚁的 这种斗争 我们讲华裔之变 华裔之变的概念 是在春秋时期形成 那么中国其实 和蚂蚁的这种冲突 这种 这种较量 这是一个 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才有 那么近代 欧美 就入侵中国 它 它只是 只是最近一次的蚂蚁 就是 像 李鸿长 李鸿长讲什么 三千年未有这大变局 这个三千年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是中国遭遇蚂蚁的 入侵的历史 就是三千年以来 中国 屡次性的遭遇蚂蚁的入侵 这个大变局指的是蚂蚁 蚂蚁的变 就是 我们 三千年来一直 周期性的遭遇蚂蚁的入侵 但是这一次蚂蚁和以前的蚂蚁 不一样 这就是三千年未有这变局 那么他只是强调 就是我们在抵抗蚂蚁的方式上 也应该 做出这种 就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这种变化 就是洋雾运动 那么李鸿长说了一个话 其实他也是争 就是他是奏折 给清廷的奏折 他是想支撑 就是让那个朝廷 给他支持 给他拨钱 支持他搞洋雾运动 这个意思 总之吧 就是 我们抵抗蚂蚁 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 所以 我们现在和西方的这种斗争 也是我们华夏和蚂蚁的 一个斗争 那么我们看全球来话 那么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帮手 一起来对抗西方 那这样的帮手就是俄罗斯和中东 那么整体来看 其实俄罗斯和中东 它是各有特色 这个俄罗斯强是强在军事 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那么中东 中东也许可能觉得 中东是很弱 对吧 它的经济也不怎么行 然后军事也不怎么行 为什么它是可以和 这个俄罗斯相提并论的 这个帮手呢 那么中东其实强 它是很强的 它强在哪里 强在文化上 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人类历史 整个的人类文明史 我们就发现 中东地区 其实是宗教的原生地 那么宗教就起源于中东 那么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啊 就是它的宗教信仰是非常虔诚 包括现在就是现在为止 中东依然是宗教信仰最虔诚的这个区域 它虔诚的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看 那么我们知道本拉登啊 我们说它是恐怖主义啊 美国说它是恐怖主义 但是美拉登 他们他们这个本拉登在做什么 就是在抵抗西方 抵抗美国 而且是他组织的这些这些队员 是不惜牺牲生命 他完全都是自杀式的袭击 你比如说九瑶瑶 对吧 开着飞机我就撞你 那么我们想想看 就是我们抛开这种 这种宗教的成见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理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 我宁愿牺牲生命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是有极高的信仰 是最大程度的虔诚 就是我可以为了我的信仰 而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么我们从整个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西方 它瓜分世界 这个殖民世界 瓜分世界 那么我们仔细看 只有两个地方 一直在坚决的抵抗 这个西方 一个地方就是中国 另外一个地方哪里 就是中东 而且现在依然在积极的抵抗 那么北拉登就是一个 是一个证明 就是伊斯兰教 就是伊斯兰教 他的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 伊斯兰教本身它是非常晚的 它比基督教还要晚 对吧 它是在六七世纪 那么才出现的 它比较晚 但是这个伊斯兰教 它并不是说中东地区 并不是说 它并不是伊斯兰教空降的 就是它是有着悠久的 这种宗教文化的这种基础 伊斯兰教其实也是建立在 这个悠久的这个宗教文化的 这个基石之上 做出的一种宗教的一种创新 它的基石没有变 所以我们看 就是如果我们再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 我们说秩序 秩序的话 那么人类的秩序其实有三种 那么三种 一种呢 两种是和平的 就是真正的和平的秩序 一种呢 就是中国的秩序 中国的秩序 我们是以伊里斯的这个秩序 就是我们是讲理的 我们整个的秩序 是建立在讲理的这个基础上 大家都讲理 就是伊里斯的秩序 我们以前讲这个礼乐文明 三代叫礼乐 它其实这个内核 依然是义里 总之吧 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文明啊 是一种理性的 义里斯的这种秩序 是讲理的就是人政 我们说仁义 完全的是相互尊重 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达成一个共识 基于这种共识的 这么一种秩序 这是中国的 那么另外一种和平的秩序 就是基于宗教的 就是他 他不讲什么这个义里 但是他就讲那个宗教信仰 但是大家都信 既然大家都信了 那么在这个信仰 这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在一个区域内 他是可以实现一个和平的秩序的 就是他是不需要专制的 不需要暴力的 那么 所以这是两种秩序 一个是靠宗教来维持 一个是就是讲理 靠仁义来维持 靠义里来维持 中国就是这种 一里一里式的这个秩序 是我们中国 产生在中国 那么宗教式的就产生在中东 就是包括我们讲的 古粮和流域 古埃及古粮和流域 都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种所谓的秩序 就是专制的 暴力的 以暴力为基础 以战争 我压破你 你不服 我打你 我杀你 那么这种暴力式的秩序 其实就产生在哪里 它的原生地 是产生在中亚 中亚东欧大草原 就是游牧 游牧部落 那么实际上在5000年前 这种格局就已经形成 而且呢 就是从此5000年以后呢 就是5000年 5000年以后 那么这三种 这个文明啊 三种秩序是相互交流的 沟通的 所以以后的这种秩序 都是混杂的 有宗教的因素 有义理的 有这个理性的因素 还有这个暴力的因素 只是说 某个地方 比如我们中国 我们一直是 以义理 义理式的秩序为核心 那么像中东的话 它一直是宗教式的这种 这个秩序为核心 当然还会有暴力性的因素 专制性的因素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中国和 为什么中国和中东啊 发自内心的 对这个欧美啊 是有种排斥 我就不喜欢你 我就要抵抗你 就是因为我们 根深蒂固的这种文化 文化的这种 基石 都是渴望和平的 当然这种和平的方式不一样 中国的和平 就是一种理性的和平 和平 基于义理的 仁义的 那么中东的和平 是基于信仰的 但是这个 欧美啊 现在的欧美 它是唯一的就是啊 就是它的这个军事墙嘛 它是 它是 它有文化 是伟文化 说民主呀 科学呀 是伟文化 其实它就是技术 武力墙 它凭借着武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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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们 打我们中国 侵略我们中国 侵略中东 所以 发自内心的 去反抗的 而且这种反抗 都是出现这种 不要命的反抗 中东的话 就是这种极端的 我们现在称为极端主义 以这种 北拉登为代表 那我 我可以宁死不屈 其实中国 也出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我们的义和团 我们的义和团 这些义和团 他们 我们现在主流的 对义和团 总是在 在歧视他们 说他们愚昧 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想想看 义和团 它的本质 就是它都是来自民间的 这些农民 他们对这个 西方的武器 不是很了解 那么它完全是一种 按传统的这种 冷兵器的思维 就用这个武术 对吧 包括特异功能 气功 然后 但是呢 他们 有一点 他们是干嘛 在保卫中国 就是 是精争报国 然后 中国的国家 其实就是代表毅力的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形成了这种 华谊之变 我们有精争报国 我们民主英雄 对吧 我们上岳飞 往前走 岳飞 然后 什么宋朝的 文天祥 苏武 对吧 这些能够抗击 蛮蚁的 我们都是认为是英雄的 那么这一点 已经渗到中国的最基层 所以这些农民的话 他就是 我就要抗击这种 来侵略我们中国的 他们提到的口号 就是福清灭牙 伊克团本来要反对 清朝的 大清的 但是在清朝和洋人之间 他宁愿选择 保护这种 这个清朝 来抗击洋人 那么 他们 就是面对着 凭借着这个血肉之躯 面对着 那个洋人的这种 枪炮 他是临危不惧 那一排排的倒下 这是一种精神 那么这种精神 是在中国基层的 这种精神 如果把它组织起来 发挥好 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毛主席 就是 他很了解 我们中国的这一点 所以他 他的这个 我们共产党毛主席 也是依靠我们基层的农民 那这一点在朝鲜战场 表现的很淋漓尽致 我们朝鲜战场 为什么能够打胜 就是这种精神 不怕死吗 对吧 美国 美国人一看 这个害怕 根本不怕死 不要灭 那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 有这种不怕死的 来抵抗西方 一个就是中东 其他地方的文化上 反而 你看俄罗斯 俄罗斯他 这个军事很强 但是他文化上 其实一直出现很摇摆的 一方面一开始 是这个 其实在 马克思 就是十月革命之前 他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和西方是一样 俄罗斯也是列强 也侵略我们中国的 后来 马克思主义 对吧 建立了苏联 然后呢 很快就崩溃了 又倒向西方 倒向西方 西方还不 又不理他 然后 然后又 又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和中国 对吧 我们关系很好 所以俄罗斯 他反而是没有文化 在文化上来看 他和中东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中东有自身的文化底蕴 俄罗斯没有 他反而俄罗斯很摇摆 对吧 所以俄罗斯 强是强在军事上 中东强强在文化上 啊 那么 其他的地区都是 就是没有这两个地区 那么有特色 就是他这两个地区 是在全球格局中 有地位的 当然我中国更有地位啊 中国 中国现在我们 军事也强 文化也强 就是 稍微说 从真正的从文化底蕴上 只有一个地区 可以和中国 就是还有资格来 坐在一起 当然尽管说还不如中国 因为他毕竟是宗教 注意 这个中东是宗教的 这种产生地 宗教毕竟是迷信 但是他都有一种信仰 宗教有一种信仰 我们中国的这种理性 他也有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是超越利益的 比如说我们 信仰宗教 信仰我们的人意 他都是超越利益的 超越利益的 然后希望一种和平的秩序 这是中国和这个 中东的这个 就是中东是唯一的 有资格在文化底蕴上 可以和中国 坐在一起的 就类似于说 现在在这个总的实力上 军事实力上 和这个经济实力上 唯一有资格和中国 坐在一起的是美国 俄罗斯只是说 军事有资格和中国 坐在一起 他的经济也不行 那么中东是文化上 有资格和中国 坐在一起 那么其他地区就没有资格 和中国在一起了 你想日本的话 他本来咱们中国的 学咱们中国儒家 然后背叛 对吧 导向西方 成为西方那条狗 他没有资格的 他现在经济上也不行 然后东南亚的话 其实他们 就是和中国历来 是这种关系 对吧 你想菲律宾 是这样的 就是 然后是 非洲的话 非洲在 就是西方入侵之前 他一直是部落的 包括 这个拉美 南美洲 他们拉美 给非洲 这些 就是 是穷国 第三世界 中国自建国以来 就是 站在第三世界这一方 我们也是给非洲 比如非洲 我们给了很大的支援 在这一方面 非洲 他是 就是和我们 这几十年 有着这种 联系 那么 但是非洲整体来讲 非洲拉美 包括东南亚 就是他没有这种 在全球格局中 没有分量 不是说他 就是他当然可以帮助中国 但是他没有分量 不足以能够决定 这个全球的格局 那么有分量的 两个地方 就是中东和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 我们现在 关系非常好 那么中东的话 我们 我们知道 这个前几天 我们的外长 王毅去拜访 中东六国 和伊朗 还签订了一个协议 二十五年 然后伊朗的媒体就讲 这是国际 新秩序的基石 这个是没有错的 我们只有站在这个高度 站在这个 就是我们要理解 中东为什么重要 我们才知道 包括中国和西方的 这种关系的 这种本质性的变化 我们才知道 这个 我们和 这种伊朗的关系 和中东国家的关系 那么能够 更好 那么就非常重要 总之吧 这个格局已经 已经形成 就是 首先中国和西方正面对抗 其次 俄罗斯和中东 是中国的 两个重要的帮手 可以讲是 左膀右臂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